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胖七 今天是我们在家闭关的第22天了 据上次带大家参观了我家之后 很多眼尖的网友们都发现了 我家里其实还暗藏了一个大大的大森林 所以今天我想要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家的森林养吧 就是这里了,小蜜大家也是非常的为之震惊 这么小的客厅竟然能装下这么一大片的森林 我们看,这片森林的布局极为的独特 既有北方的雄厚,又有着南方的秀气 这其实是我们家的一个独立的纯生态旅游区 我们看它这翡翠般的碧叶 翠绿翠绿,绿的发光,绿的鲜亮 我们看着颂横交错的绿叶之间呢 错落有致的露出了几根红绳 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 红色与绿色柔和的香蕉绒 好像绿叶秤红花一样,显得格外的别致 每当一阵东风浮过的时候 这个小叶子呢,就摇晃着它的脑袋 摆动着它柔美的身躯 似乎穿着水晶衣裳 在这个树枝上翩翩起舞 使人见了心旷神怡 我们去环绕这片森林一周呢 会发现不计其数的绿色的叶子 这些绿色的这些小叶子呢 同时也会释放出大量的抚养离子 使人在通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呀 不仅呼吸通畅,心情呢也是更加的舒畅 这简直就是最适合呼吸的地方了 我们接着看啊 在这片森林养疤的四周呢 还有这样的一片花海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据我家的史书记载呀 就是在南宋时期呢 这里呢,曾被称为了一个绝情谷 在后来呢,就是到了金兵入侵中原的时候呀 这里呢,也曾被破坏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家的这两片花海呢 却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据专家推测呀 这种花呢,很有可能就是灭绝已久的爱情鲜花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两片花海 都是呈现出了翠绿翠绿的绿色 与旁边的我家的那个森林养疤呢 是遥消不应的,似成了一派 大家可以看啊 这种绿色呢,这种翠绿色啊 真的是像极了贺之章的 七言绝句永留里边的绿 地域装成一树膏 万条垂下绿丝韬 就是这种轻柔的枝条垂了下来 就像是树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的丝带一样 代表着我们人间的一切关于美好的颜色 其实从我家定居于此的时候呀 这两片花海就跟得到了天地精华的饲养一样 它的长势真的是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了 大家看一看 每天都是剪的又长,长的又剪的 就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一样 不会被任何困难所打倒 磕磕绊绊越活越精彩 如果手机前的你焦虑了迷茫了 来我家的森林养吧 呼吸一下,抚养离死 来我家的花海呢 欣赏一下这百折不屈吧 我是胖七 极度私有职业的奋斗日常 散会